地震 病病 吃 我們講的卡世代了嗎 等一下 我們上次跟大家講到 食物體它要 把養分吸收上來 這個養分指的是無性的養分 然後它溶於水之後 分毛的細毛 當然有時候是根根根毛 有時候是根根根菌 然後幫忙一起吸收 吸收的話當然要進來 就要靠子宮去出貨便利擴散 然後接下來水就被動了進來 那進來的過程呢我們就會講 它因為雖然美腦不是心肌很重 它有外耳內有個濃度低度 所以水很自然就會流進來 然後直達中柱 物質部 那但是呢它如果走的是 跟生命現象無關的 如果它走的是 毛氏現象細胞B 或者細胞細胞中間的縫隙的話 那植物是無法控制的 像我們剛剛講那個 它如果在細胞內走的話 原點的原生直絲 它一定會有外耳那麼走 但是如果在細胞B跟縫隙之間走的話 植物就無法控制 所以植物就說 好你都會亂走 我不管你 但是要進到我的中柱 它就非同小可 所以它就在這邊的縫隙把它塞住 所以我上次有沒有稍微跟大家講 講那個卡絲帶 因為這個細胞是粒體 然後一個一個這個內皮層 這樣包住 對不對 然後呢每個細胞外面 是不是就像橡皮筋 橡皮圈一樣這樣把它封住 那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我不要看細胞 或是看卡絲帶呢 結果卡絲帶會講怎樣 我們剛剛是一個一個細胞 然後橡皮筋就包在外面對不對 那如果我不要看細胞 我光看這是一個梗 然後你 我站在中柱裡面 展示女士皮筋 然後中間有內皮跟周焦 那我們也不要看周焦 我們就看內皮 我們不看內皮 然後我們去看卡絲帶 你就會看起來會是怎樣 就像網子一樣 就像一層網子 然後呢 墨間的洞就是塞細胞的地方 就這樣講大家可以體會嗎 所以等於是它就把它塞住 它就沒有辦法 這個經由直外體自由軟住 所以呢 我們的跟外部的細胞 它很辛苦 它跟土壤的顆粒遭運 然後呢 它每一次就要比賽 誰可以念那一句話 哪一句話 濃度高升高高 上去負壓不外吸水 吸水的膨脹 對不對 那當然不需要念到吸水的膨脹 我只要念 濃度高升高高 上去負壓不外吸水耶 它就把我們的水吸進來 然後再濃度貼入水 就一直進來 對不對 然後進來之後卡絲帶 又讓水進來出不去 所以水就被往上壓 這個就叫做跟壓 這樣 OK 那跟壓力量到底多大 其實 QA是可以實際兩側的 只是就有一點瘦 因為你就要有一株植物 然後把它攔掉 你植物可能會有一樣 攔金 砍斷 對不對 就把它砍斷 然後想辦法你如果夠厲害 你這個刀法又很俐落 你要把一些工具壓扁 或一咬爛的話 你把它砍斷以後 然後把它 踢上管子 因為跟它的水珠在上下 那它可以升多高 這就是跟壓的力量 可以到不大 好 那大概幾公分 十幾公分 但是不會太 沒辦法太厲害 那到底可以升多高 這不一定 要看植物的種類 土壤裡面的含水量 溫度啊 風吹量 一大堆硬度在影響 但是對低癌的草植物 被壓有時候力量是夠的 是夠的 所以夠把水從土裡面 壓滿整個株植物 那何以見得呢 那在白天的時候 因為蒸散很旺盛 所以你不大可能看得到這些水 那我們就是說 植物它其實 嗯 藉由蒸散作用方式降溫 對不對 我跟以前有講過嗎 那就是樹它出來躲樹蔭 它沒辦法躲樹蔭 它又沒辦法躲地洞 都沒辦法像我們 敬宅 躲在房子裡面 那植物就在外面一直晒 有沒有 一直晒一直晒一直晒 會不會頭暈 會不會頭暈 對不對 然後另外更大的重點 不是什麼 更大的重點就是 他們為什麼從土裡面吸上來 水90%以上都蒸發掉了 或是靠水的氣化熱方式 一直要溫啊 是不是 所以你算我們流汗 你可能看不出來它流出汗來 就是跟我們流汗蒸發帶走 就是很類似的概念 那但是在晚上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整個太陽應該就下半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蒸散就沒有那麼旺盛 那這時候根壓沒有停 你不要說根部的細胞 你辛苦了晚上了 我不要請它下來睡個覺吧 不會不會不會 它一樣不斷的在 一樣不斷的在那邊做 所以其實打上來的水 竟然就會多到從葉子的邊緣滲出 有沒有人記得氣孔白天是關起來 是打開 晚上是關起來還是打開 晚上氣孔是打開還是關起來 晚上氣孔是關起來 白天打開嘛 會有花彈好進出晃合作用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上次有沒有跟大家說 還好植物沒腦不然很煩腦 氣孔到底要開還是要關 對不對 開太大冒煙就死掉 冒煙是我犯的 還記得嗎 開太大冒煙就死掉 還不大 二氧化彈又進不來 對不對 所以不是有一些 刺濫植物CM植物嗎 那當然晚上就關起來 那問題來了 那晚上氣孔關起來 那這些水是從 什麼構造出來的 那不是從氣孔出來的 氣孔已經關起來了 那從哪來出來呢 就是從葉子的邊緣 海列比較疏鬆的地方 就會從那出來 它就會從葉邊的尖段 或邊緣的水孔 對不對 這個指的就是葉子邊緣 海列比較疏鬆的地方 就有可能從這個地方 然後呢 就可以看到土壤當中的水 經由根壓 往上運出之後 然後呢 另外不會停一直擠 所以就會從這個縫隙擠出來 就會從這個縫隙擠出來 那有的書 早期有人會說 叫液水現象 一樣是這個液 然後水分的水 那當然現在幾乎 都叫做這個秘密現象 那但是我們剛剛講 對低癌植物 特別是在晚上 就在浮往盛的時候 那麼這個水分 靠根壓夠 如果它低癌幾公分 因為我們很多地配植物 根本不到十公分 對不對 那但是有一些 稍微高一點點 這個十幾公分 好不好還可以 那但是我高的植物 或者你現在看得到這些樹 這根壓起來就不夠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到這邊 就可以稍微停一下 植物體內運輸物質的話 有三流 一個叫 蒸散流 然後還有壓力流 然後還有這個原先直流 所以 我們先遇到蒸散流 我們就是蒸散流 所以植物體內物質的運輸 有這三流 那蒸散流 由不明思議蒸散作用所造成 當然它還有根壓跟毛細 可是最大的動力來源 是這個蒸散作用 然後接下來的話 還有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的 壓力流 那這兩個呢 都是能夠幫助植物 在圍管樹內進行長距離運輸 那另外這個呢 這個大家還有印象嗎 我們上次做實驗的時候 大家有看見嗎 有沒有看到水運草裡面 然後有 那這個原先直流 那相較於上面這兩流 這個原先直流 就有一點需要 原先直流 就是在幾個細胞附近的流動 帶動物質 在幾個細胞之間的運輸 所以其實植物體內 運輸有這三大流 那我們看到蒸散流 蒸散流 我剛剛我們就說 化到物質部內 對不對 那在物質部內的話呢 其實我們講到植物 就是那句話 植物還好沒腦 不然還真煩惱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的是 植物要煩惱 氣孔到底要多大 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 其實更更根本 就是植物很煩惱 它到底要長幾片葉子 啊每片葉子要多大 那你想說 如果植物的葉子 太陽能板 是吃飯的地方 那當然越大越多越好啊 對不對 這樣才有很大的面積 吸收太陽能 行過何時都吃得好啊 那不是很快樂嗎 那不是不對喔 葉片有這麼大的表面積 所以就表示 它的蒸散會很旺盛 所以呢 還好植物沒腦 那你也不用煩惱 因為天則會篩卷 所以有一些地方 極端的例子 大家可能小學就學過了 真葉樹 仙人掌 他們是生活在比較乾的地方 所以他們葉子就變成症狀 裝作水分的殘忌 那你猜猜看 什麼地方都有大葉片 就是降雨量多啊 濕度高啊 就住在雨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也是 這個 接著它就會淘汰 所以其實植物啊 不是說單純的葉片 都好大一片就好 還是要小小片 那接下來更難 你覺得這是數學 還是物理的問題 那如果有一樣的總面積的話 那我到底要大片的葉子 搞個小小片 還是小片葉子很多片 知道嗎 我再問一下嗎 有空可以講一下 好 那我們不管這個 那蒸散流 那蒸散流 到底它的力量來源 來自蒸散作用 那蒸散作用 那蒸散作用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它可以促進水分的流動呢 所以其實你想想看葉片 然後呢 葉片是很薄嘛 對不對很薄 然後大家就這樣 下太陽 然後風吹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蒸發 然後呢 當然氣孔的開地 可以控制蒸散速率的高低快 那但是呢 蒸發之後 水就跑掉啦 你想想看 對於氣孔附近的吸發來說 蒸發之後 水是不是就跑掉 對一個溶液來講 溶濟 跑掉了 那是不是表示整個溶液的濃度會上升 對不對 就是溶汁的濃度會上升 所以呢 我在氣孔附近 然後蒸發 所以水分就跑掉 那一跑掉之後 我是不是就開始可以念那一段話 啊水走了 哎呀 不高深 葡萄高深 那是腹藥 腹藥會吸水 那吸誰的水 旁邊人吸放到水啊 就把水吸過來 那如果水被吸掉的話 我的不高深 那高高深的腹藥會吸水 就在吸 啊大家整個葉子大家都這樣吸 那你就水要從哪裡吸 就葉脈 就是木質部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四面八方都要把這個水抽走 當然就是因為蒸散的關係 所以就會匯聚成一股很大的力量 把木質部裡面的水往上拉 所以我們會叫蒸散拉力 那為什麼這個蒸散拉力 可以急於植物全身 乃至於直通地底呢 那就是因為中間的木質部 它其實可以形成像防氣管一樣 防氣管的作用 我們打扮演師講防氣線這樣 好沒關係 所以你們一開始理話 學還是生物 學用涼桶涼東西不就有嘛 老師還會考啊 什麼水的液面是凹下去的啊 如果是水嶺 水嶺 水嶺的話 會是凸的啊 大概大概是這樣啦 你這樣看它小到一個程度 再確定附著力 其實 所以防氣線上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植物有時候不是真的單純 它不是說 遇到這個水分的逆境 突然太陽很毒啦 突然風吹的很強烈 那它就是氣孔關起來而已嗎 其實沒有 有一些植物 它就有一些毛 那毛有時候可以抵擋一些昆蟲 有時候的話 其實就流體來講啦 你東西這樣吹過 它流動或問題的表面 它外面會 刺刺或延遲 有舒服或是一樣的 其實這個 理理學也很複雜 然後另外的話 有時候它的葉子本來是貪平的 就是要爭取最大的 接受光的面積 但是有時候溫度高 就會有一點捲 有一點捲 有一點捲 或有一點瘦 那之後還沒有死喔 還沒有死喔 接下來水果它可能都會衝回去 那這樣的話 也都能夠減少它水分的染色 所以其實都是很有趣的現象 或者你也可以說 植物沒腦細菌沒那麼重 那其實水分不夠沉不開 就會自然會縮 自然會縮 假設我們有一雙神秘的眼睛 可以看到水分子的流動 對不對 就會發現它就會從土裡面 然後呢 就流到這個根裡面 然後接下來呢 它的一些構造 讓水進得出不得 所以水就會往上壓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進到這個毛細管當中 然後上面的力量把它往上拔 所以這整個 就能夠讓樹幾公尺 十幾公尺 幾十公尺 都不用插點 水就源源不絕 從土裡面就往上 那但是 談到生態的部分 我們以前也講過 樹是很花水的一種生物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它的環境 它的這樣雨量 然後它的波度 它的波像 它的照度 它的風吹 它的相對濕度 等等 如果沒有辦法 有足夠的水 那就長出樹樹 就長出草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我有沒有跟大家說 這皮部運輸的是養分 跟吸收也是養分 可是這皮部的養分 是有機養分 跟吸收的養分 是無機的養分 那有機養分在運輸的時候呢 當然就是靠這個 刃皮部 那刃皮部我們以前學過 它其實導管 跟這個導管 甲導管 在牧師部都是死細胞 那麼刃皮部的話 就是像我們半細胞 都是活細胞 那可是呢 很有趣的是 塞管成熟之後 細胞和會消失掉 那它有很多生理 然後怎麼辦 沒有關係 它有一個好朋友 在幫它 它有一個好朋友 跟它 那個好朋友 我們就叫做半細胞 我們就翻成半細胞 它們彼此之間 生理代理上的關係 非常的這個力切 所以呢 就常常會稱為 腮管半細胞複合體 你有趣嗎 你有好朋友 跟你成為複合體嗎 不見得是心理不理 有時候是心理上的想法 這樣好像蠻有趣的 好啦沒關係啊 反正其實就是 還蠻有趣的 就是形成像複合體一樣 那我們講到我們在植物品內 假設行光合作用 對不對 然後大家夜夜就行光合作用 然後呢 光合作用就會合成了很多的葡萄糖 還有沒有跟大家說 它不會穩定在葡萄糖 至少會穩定在這糖 對不對 然後呢 一大堆接下來就會往 這個 這個尾管處送 然後呢 大家就會這樣 四面八方 對不對 當然水分是這樣抽出去 可是呢 那個養生會四面八方 這樣子送過來 那送過來的話呢 其實這個 那個半細胞就會說 幹嘛幹嘛 你們要幹嘛 對不對 他要保護他的篩管好朋友 是不是 就是幹嘛幹嘛 就 進貢的啊 沒問題啊 對不對 然後他就會拿來之後 他就會主動運出花能量 把它灌進篩管裡去 然後呢 大家的養分都來 我們就都把它灌進去 所以半細胞這邊會主動運出 所以呢 養分進去篩管 就是主動運出 主動運出 那如果我是根部細胞呢 我在圖裡面 又不見天真 我肚子餓怎麼辦 所以就變成一大堆僵師 或餓鬼 對不對 就靠近中柱 幹嘛幹嘛 分細胞 幹嘛幹嘛 我們要幹嘛 肚子餓 完肚子餓啦 沒問題啦 然後他就會從 菜館裡面把便當拿出來 對不對 他就會主動運輸 再把它拿出來 然後分給大家 所以你想想看 在葉邊這一邊 熱狼不斷的被灌進去 所以這邊就有濃度高 深度要高 深度要是負壓 負壓會吸水 吸水會膨脹 膨脹膨壓大 相照之下根部 養分被抽走了 就會膨壓小 一根管子的一端膨壓大 一端膨壓小 所以很自然的一擠 養分就會從葉被暈到梗 那我這樣解釋給大家聽 大家能不能夠體會 植物是一種很特殊的生命形態 它沒有腦 它不需要腦 它沒有中樞 它沒有領導階層 它沒有長官 大家都是勞動階層 可是不需要神經來協調 養分可以很自然的 從多的地方到少的地方去 所以呢 再回來我們把它叫做壓力流 來誰可以告訴我 我剛剛講出答案 請問壓力流指的是什麼壓 對就是膨壓 對不對 它從膨壓大的地方 運到膨壓小的地方 那為什麼會有膨壓差呢 因為濃度差 為什麼會有濃度差呢 就是因為我到底是主動運輸 把東西灌進去 還是主動運輸把東西拿出來 那當然濃度差就會導致滲透壓差 深度壓差就會導致膨壓差 膨壓差就會出現壓力差 所以很自然就從壓力大的地方 往壓力小的地方流 所以就被叫做pressure to low 但是有人很好玩 在這個一部裡面的運輸 也會喜歡講 它叫做bulk 翻譯成巨流 像有時候偶爾會用這兩個字 那這個transpiration 它不叫flow 各種stream 不過也沒關係 好 所以大家請假 好 對 為什麼 谢谢观看